早前一位法官在法庭內的訓事 可以說自出了近年法庭內發生的亂象起源 一批古動違法的搞事者 抱著我最大的自私心態 持續在法庭做鬍、喊口號、比手勢 傳播政治理念、古動仇恨 不斷擾亂法庭、甚至香港法治 法庭不是表現場地大大地 對於這股反抗疫流 法庭已足夠包容 是時候採取措施、給予顏色 事源已解散的學生組織研學施政 四名成員被控顛覆國家政權案 早前在區域法院提訊 媒體報導一開庭 公眾旁聽席已有勸鬧 國安法指定法官陳廣慈 當時表明 公眾人士請留意 這裡不是大大地 聊天的請到法庭外面 不要妨礙法庭程序 案件完畢後 法人攔內被告大叫 欲家之罪何患無辭 陳官隨即指出法庭 公眾尊重法庭和保持安靜 強調法庭有法庭規矩 沒有人可以凌隔法律之上 享有給其他人更多的自由 實際上翻查今年以來的法庭新聞 可以發現有不少法官 都在不同的案件中 針對法庭做素式行為 做出個憤事或者警告 喊口號、比手勢 穿戴政治含意的服飾 無疑都是軟對抗的一種形式 從一系列好像旁聽師、送車師等 有組織的干擾法庭行為來看 背後目的很明顯 就是想要維持仇恨和抗爭的熱度 保持違法勢力、延續反動的思想 而香港不少違法者還患有政治具應證 只犯法、不負責 全世界我最大 以為社會和法律有義務包容他們 更嚴重的是 他們不僅在廳內造成自訴 在廳內也有圍攻法院的情況 更有甚者 近期連續出現恐嚇法官的行為 這些都是衝擊和破壞香港社會基石 法庭也應該認真思考 已經提醒訓事警告了這麼長的時間 還要縱容這些明顯擾亂法庭秩序 藐視法庭人嗎? 如果不維護法庭和法治尊嚴 最終是誰受傷害呢? 法律應該維護她的權威 法治應該保護社會 對於明環不靈的亂講者 應該懲罰的絕對不可以手軟 訪問